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封研究所 Star Soldier是Hudson以Star Force為基礎開發的中卷軸射擊遊戲 1986年在任天堂紅白機上推出 也是第二屆TDK全國旅行車比賽的指定遊戲 是繼1974年世家電玩全國比賽後的早期大型電競活動 因為要有每秒16發的連射速度才有機會得到高分 長期玩會導致肌肉痠痛和手掣損壞 於是市場上就出現很多帶有連射功能的手掣和Joystick 有些產品都頗有趣 好像這支震動棒一樣 因為比賽不可以用輔助工具 於是就興起高速連射練習 Hudson還推出了這些shooting watch 給玩家測試連射能力 當時流行幾種連射方法 其中一種是AB鍵交替的按 都頗難掌握 不會去都很快 另一種是用刮掣的方法 雖然快 但手掣和手指都很容易損傷 而我就比較建議用震動的方法 都可以去到每秒12發 還有一種旁門左道 就是用間斜來打 可以做到每秒20發 但這個方法比賽就不適用了 超任版造型的shooting watch 標明是由日本Casio生產 除了有四顆按鈕和音效之外 還加入了這個在80年代風魔一時的 Digital Invader 計數機遊戲 如果大家有GBA版任何一閘特新BEST COLLECTION 只要在這個標題畫面按16下R 按鈕 就可以去到這個shooting watch模擬器練習 當時任職黑神宣傳部的高橋李恆 經常與遊戲評論人無理工信公開比試 好像帳棋和圍棋比賽一樣 以前日本會叫電競職業玩家做名人 後來還用比賽做題材拍成電影 高橋名人標榜連射速度快 而無理名人就標榜名重率高 我今次想挑戰一下五分鐘計時賽 看看可以得到多少分 每關有六個這些隱藏的Z技號 射入四顆子彈會出現 再射入四顆子彈就可以擊破 得到的分數會逐漸提升 所以一定要全部擊破 第2個Z技號有1000分 第3個Z技號有4000分 結束到出面了 在他合體之前射入16顆子彈擊破 可以獲得8萬分 擊破最後一個Z技號 6個Z技號加起來 總共可以獲得135500分 每關後段會出現這對眼球 將兩邊同時擊破可以獲得8萬分 每關最後都會出現Star Brain 對著中間藥點射入32顆子彈就可以擊破 爭取時間盡快完成 在新的拍子上 你還會接觸 thứ 過程でき不知道 我來為時會成功 突破了 3顆子彈 正劑 5顆子彈 二顆子彈 2顆子彈 2顆子彈 1顆子彈 1顆子彈 5顆子彈 2顆子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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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